为了帮助意大利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政府决定向意大利派遣抗议医疗专家组 专家组此行也带去了中国政府对旅裔中国公民的暖心援助 在同一方繁忙交流期间 专家组还专门安排面向旅裔侨胞留学生的视频辅导 向大家介绍新冠肺炎的症状特点 预防常识和治疗手段 直播观看量近70万次 相关视频已经通过多家境内外主要的网站转载 专家组还专程探望了一方收治的中国籍新冠肺炎康复患者 此后还将继续向旅裔的中国侨民传授防疫经验 并前往意大利北部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开展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